这个叫PiCharts 咱们不是没有成功吗 咱们可以从网上 找一下这个PiCharts 它画图很简单 TY TS PiCharts 咱们现在就能够看到这是一篇博客 我们就进入这篇博客 看一下它是怎么画的 你看这个PiCharts 这个条形图 咱们就看一下条形图 大家看这个就是条形图 代码是不是很简单 FromPiCharts 复制一下这个代码 进入到咱们的Analysis 进入杭州1807 进入咱们的Data Analysis Math Plotlib 咱们就在这个下边给它创建一个 昨天咱们创建的是 百度PiCharts 不知道为什么从它官网上 找的这个包是吧 都不行 昨天我还专门去网上查了查 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吧 没有 搜不到 搜不到这个问题 很奇怪 那咱们就看一下它的使用啊 你看这是我昨天就用这个代码是吧 Ctrl V 咱们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嗯 运行一下啊 它就会在当前路径下 No Module 你看就会在当前路径下是吧 存一块图片是吧 看一下咱们当前路径下 你看 打开 你看 看到这种效果了吧 你看刷新一下啊 这个就是PiCharts做出来的一个效果题 那我们再来看啊 你看看咱们的看咱们代码啊 导包PiCharts 从PiCharts里边是不是导了一个吧呀 然后给这个吧是吧 添加一个标题 然后Use Theme Theme就是主题的意思 也就是说使用黑色 那咱们看一下它的主题还有什么颜色 点开这个加号 那既然有黑色 咱们来一个Vite White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为什么我的Ctrl键不起作用了 执行一下啊 好咱们看一下这个白色啊 来我们再打开这个文件 来大家看这个就是白色是吧 白色的话这个好像这个颜色给给 撞身了是吧 所以说它就 咱们来一个火鹿啊 BLUE 执行一下 来一个蓝色的 点开 哎 怎么还是不行的 那看来只能使用它的 刚才用的是大壳是吧 点开啊 看来它的这个颜色是吧 肯定是这个固定好的是吧 到时候咱们去查看它有哪些就行了 你看 使用这个PiCharts做出来的一个图 大家能够发现 你看我将光标移动到这 它是不是就有一个显示啊 看了这个就很有好啊 咱们再来看啊 你看它这是叫做吧 show configure 然后render render就是对这个进行保存的意思 咱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堆叠图 复制一下这个代码 它堆叠图的话 依然是一个吧 Ctrl V 你看依然是一个吧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是这么几个东西 然后这几个是数值 bar的话是堆叠图 那只是调用了一个什么呢 叫ease stack等于tool 然后把它保存起来 咱们现在呢 先不保存 我们也可以让它显示啊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现在你就能够发现 你看到了吧 如果我们要不保存 它是不是就在当前文件夹下显示来 我光标放在这 你看每一个是不是就都有了呀 我们再来看啊 你看它的代码是声名对象 bar.i的添加数据 然后bar.i的双加e双加b 咱们再来看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接下来这是并材的 这是叠状图 这个呢是并材的 并排的一个柱状 就是左边和右边都有 那咱们现在就在这呢 插入一行 来一个controlv 同样咱们也不让它进行 这个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让它 在当前文件夹下显示 来一个bar 执行该代码 看一下此时 叫nose dash file是吧 我们保存的时候 这个路径 执行一下 现在大家就能够看到 你看 我再执行一下 大家看咱们这个效果 哎 看到了吧 是吧 这个都有动画效果 我们再往下看啊 水平呢 咱们就 你看 咱们看一下丙图啊 看到了 丙图这个画的也 也特别的 这个代码呢 特别风骚 controlv 现在咱们也让它显示一下 那就是bar 在保存的时候 就不是底儿 html了 我们直接给它来一个底儿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看一下咱们 这个地方是吧 注视一下 执行一下 还有 那这个地方呢 来 现在呢 咱们来执行 我看一下 这个丙 嗯 是py 那就是pie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丙图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看 我往这一放 放大了 往这一放 放大了 往这一放 是吧 往这一放 所以说这个py 这个效果很缺 然后也很简单 看吧 丙图 然后给它一个 这个就render 就是保存的意思啊 add就是添加的意思 把它的参数添加进去 百分比添加进去 ease label是吧 给它添加 ease label show等于tool 标签显示一下 你看这就出来了 所以说是不是比较简单呀 很简单啊 你要注意咱们所有的这个 咱们现在呢 就画一个图形吧 那它可以画什么呢 可以画地图 想要画地图是吧 咱们必须得导包才行呢 你看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些数据 那咱们就安装一下 叫pap install 复制一下 windows r 咱们在安装的时候 我讲一讲 如果要是有多个包 进行安装的话 咱们是以豆花 还是以什么 给它进行空格呀 就直接以空格就行了 是吧 复制一下 咱们将这几个是吧 都给它放到这儿啊 都让它进行安装 复制一下 空格 再来一个空格 这个是咱们channel的 叫country 这个是国家 这个是省 这个是城市 这个应该是县 乡村或郡是吧 复制一下 然后再复制一下 这个kindle 这个是大英帝国的 英国的 咱们直行一下 我们让它把这几个包呢 都安装上 安装上之后 咱们就可以 collecting 安装上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画地图了 现在呢 大家看它 绘制的是一个全国地图 是吧 我们将这段代码 复制一下 放到咱们代码当中 然后我们在这插入一行 来一个control v 将这个文本呢 给它删除掉 现在呢 我们也显示一下map 从这个下边 导包导入map 然后给一个valley 然后这是省份是吧 然后mapwise 然后attr attr呢 是这个数据 这是maptype 给了一个channel 现在的话 咱们等着这个包装成功之后呢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有的包是不是没有 装成功呀 collecting 是不是那个 我看哪个包没有装成功啊 是不是united kingdom 这个包没有装成功呀 那咱就不装它了 画图也现在也用不上它 执行一下 看一下 它会不会将咱们中国的这几个包 是吧 都安装成功 好 等着它去下载 successful 所以如果要是 比如说咱们web的同学是吧 想以后从事找web的同学 你里边肯定也会有一些数据分析的 任务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这个map是没有显示 那咱们看一下它保存的这个map.0 有没有数据啊 map.0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 这个里边呢 是有一定的数据 对吧 但是没有显示完全 这肯定是这个包 没有下载好的原因啊 就咱们这个包 没有下载好 我再给它执行一下 咱们再运行 再代码 实行一下 map这个地方依然是没有展示是吧 我们看一下 打开咱们那个map map.0 还是没有展示 大家下课的话可以去调试啊 因为这个呢 我是专门做过的 这个我专门做过 咱们看一下这个第二个代码 多少啊 复制一下 回到这个代码当中 插入一行 Ctrl V 这第二个代码多少呢 它也是 它给了一个map2 咱们执行一下这个代码啊 看一下当前路径下这个map2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这个广州地图 是不是在这没有很好的显示啊 这个 因为我刚才是新装的这个包 新装的这个包 可能是没有触发它 或者什么原因 有的时候这个开机关机一次就好了 看一下我之前的这个操作啊 就是之前的时候呢 我也对这个百度map呢 这个对这个pychats做过一个操作 我看一下之前这个东西在这 那pychats 这呢就有一个html html里边就有一个map 今天也不展示了 我看一下之前的时候呢 是专门呢 对它进行 就是说这个做出来过 channel map 这个都是存储数据 没有进行一个显示 这个还做了一个这个世界地图 是吧 咱们看一下啊 在data下面 世界地图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能够看到 你看这个世界地图 是不是就可以显示啊 Rush是吧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中国地图 大家看 中国地图 河南 山东 我们看一下咱们是怎么画的啊 大家看这个是中国地图 是吧 咱们在位置的时候 就是给了它一个名字 叫中国地图 然后给这个地图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我们添加的时候 咱们将什么添加进去了 province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province 这是哪些省啊 看这个province呢 是河南 北京 还有这个河北 你看 我们将这些省份是吧 给它添加进去啊 然后这个values 看一下这个values 是province 这个distribution values 这个应该是它 省或直辖市的一个 这个位置吧 这个map type is visible 所以现在咱们就能够看到是吧 这个中国地图和咱们的这个 你看这些呢 就有一个就有一个显示啊 西藏 这个是台湾是吧 所以我们刚才在 咱们安装这个包的时候 它不是没有化成吗 这个呢 大家去装包的时候是吧 你再去查一下 看看还有哪一些 刷地图的依赖包需要安装 把这个安装上之后是吧 应该呢 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是 PiChats 在进行这个地图绘制的时候 是吧 它的一个一个情况 那我们还可以显示词云 现在咱们 复制一下这个代码 回到我们 百度PiChats里边 来一个Ctrl V 那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词云 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肯定见过词音这种形式 对不对啊 你看这叫Work 咱们看一下这个词云啊 大家看这个就是词云 词云的话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词出现的频率 或者什么 把它的字体大小 是不是给它 可以给它调的大一些 可以给它调的小一些啊 你看中间这个是ZO是吧 THOUCH 咱们看一下这个ZO 在这出现了几次啊 这是不是出现了一次啊 还有没有啊 大家看 你看 这个不是VALUE吗 VALUE就是它出现的次数啊 VALUE就是它出现的次数 所以说这个ZO是吧 这个就出现的多一些 咱们看一下 有的出现的少是吧 出现的少呢 这个字呢就比较小 我们呢 是将上面 你看是一个豆号 一个豆号 是不是给它分开了呀 你看 最小的是不是125呀 这125是谁呢 是不是The I呀 咱们看一下The I有多大啊 你找一找The I在哪呢 看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吧 The I是多少 你看我将光标放到这 The I是不是就显示它是125呀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PyChase也很好用啊 咱们刚才呢 就在代码当中 对大家进行的一个 简单的 简单的这个展示 好 那么 我呢 在今天的代码当中 咱们创建一个 随堂笔记 对它呢 进行一个说明 这个呢 就是 D7 咱们在D7这儿 创建一个 随堂笔记 那第一个呢 咱们就看了 Py EChase 这个PyChase呢 它来自 PyChase 它来自EChase ECH ECH A2TN 这个EChase呢 它可以 和我们的HTML 结合 那它可以和HT 就是说我可以在HTML里边 写EChase的代码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是以后 如果你要画图的话 你其实我们使用 百度的这个 就可以很好了 EChase 大家看 第一个是不是就是EChase的官网呀 为什么后来有了PyEChase呀 因为Python很流行 所以说它就 给前面加了一个PyChase 你看我们进入它的官网 我们看一下它的文档 文档特性教程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该怎么使用 你看这个小粒子在客户端的交互是移动端 我们看一下 你看 使用它上面这个代码 这个是不是就是HTML里边写好的东西啊 你看写好的东西 大家看 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文件是吧 复制一下 我们保存一下 把它保存成HTML文件 这个就出来了 好了 我们也可以点几 我们也可以进入这个EChase Gallery是吧 进入这个里边 你看 它就可以执行了 这是它的一个事例啊 官方实例 你看它有很多图 看到了吧 这是它的官方实例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柱状图 柱状图这个东西都是怎么画的呢 我们点击一下啊 都是怎么写的代码呢 你看 看到了吧 咱们根据这个代码去写 你也可以在你的HTML界面里边 显示这么丰富的一个动画效果 我们再来看啊 看这是它的 你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热力图 看到了吧 这是热力图的绘制 我们知道地图上交通 有时候这个地图上在交通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这个给它画红呀 是吧 看到了吧 这个是 这是哪的呀 这是 杭州 这是西湖是吧 这儿的人是不是就显示的比较多呀 看 这是苏迪是吧 这应该是断桥吧 是吧 好 所以说咱们再来看啊 还有什么关系图呀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关系图 还有 它还有雷达图 自定义图 我们看一下它 你看 3D地图 看这个都是可以绘制的 所以说它这个很强大 而且这个是免费 这个是开源的 大家就可以使用了 看见了 它的丙图是吧 各种各样的丙图都是可以的 你看 这种样式的丙图 我们点击一下 你看 光标放到这儿是吧 它都有一个这个 动的 好 那对于我们而言 是吧 咱们就可以使用它的 这个PieChats 来进行这个绘制了 好 这个是PieChats的一个使用啊 对大家